Hello各位小朋友 我是马同学 前几天啊 优酷上了新剧 女心理师 没播几集 网友们就炒饭了天 搁这吐槽 职场部分太做作 太悬浮 硬是把悬浮两个字 刷上了热搜 就这么说吧 上一次看到这样的词条 还是难听 腾讯爱奇艺 看热闹不行事大 纷纷在自家APP上安理自家 爱奇艺甚至夸张到 在首页写 拒绝悬浮剧 养子代表作 还得看这些 狠狠内涵力吧 说起来啊 演技派救不了悬浮剧 当时 剧怒症 也是大家挂在嘴边的词 不管三七二十一 看到这些剧就来气 傻傻傻 为啥这些年 国产剧一碰上职场元素 就会先被骂一波悬浮 到底悬浮感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判断 一部带职场元素的电视剧 是否悬浮呢 今天我们就拿老作品们举例子 细节的讲一讲 过去不悬浮的职场元素剧 都是傻眼的 先把我们所有观众们的老朋友 武林外传拉出来看看 看到这很多朋友立刻暂停 递死我 啥呀 武林外传它能算职场元素剧吗 等会儿 对 武林外传并没有主打职场元素 但是我们随便掏出一个主角 白展堂 你会发现 你清楚的知道 它是什么职位 他的职位的职责是什么 客官 立刻请 他为了完成他岗位的KPI 他会做什么 我弄两牛车 在关道上一堵 你把租车的钱给我 我保准能给你拉回一百个客人 拉不来 你又给顶了一下 他大概能赚多少钱 什么阶级 我一个月是二千银子 一年是二两四千银子 发现了吗 编剧通过对这个角色的职业化塑造 让这个角色生活化了起来 不止白展堂 洪福客栈的每一个员工 你基本都能够理明白 上面提到的这些事 每个人熟悉的 都像你的朋友和亲戚 这是什么呢 这是编剧的职场观 也就是职场环境的塑造和铺垫 武林外传都这样 那主打职场元素的老剧呢 中暗六足 那更细致了 在警局 这就是咱们六所办公室 工作就是查案 日常就是出警 看现场审讯 做工作必须仔细认真 这不仅是对案件负责 也是避免发生误判 甚至冤案 KPI核心指标就是尽早不安 就连团建聚餐 吃着吃着都聊到案子上 抓歹徒同事出事 整个办公室无精打采 抓到歹徒 全员又换上了笑脸 行了 这回没给咱们丢脸 反之 一些句之所以狗血 就是因为缺少职场观 做销售的 把客户堵在厕所里洽谈工作 做公关的 明星恋情曝光一天了 还在慢悠悠的查证 做律师助理的 站在委托人的对立面 做医生的 让孕妇 在着火的隧道中深呼吸 而坐在办公室的 上班就等开会和接电话 光是职场的环境铺垫够了 这就真够了吗 好像也不够啊 那还差啥呢 我们再拿称不上职业剧的 武林外传举个小例子 白展堂当时跑堂的 职业理想是什么呢 店的名我都想好了 老白涮肉粉 从一代江湖KOL 尾身小客站 也没啥升职空间 很显然 他就是想过安稳日子 跟咱们在生活中 想在职场狗到最后 或者想上岸考工的心态类似 也可以说 他的职业理想就是混日子 那混日子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不 我喝两口了 看他上班最大的盼头 就是发月钱 这就是非常写实了 跟他一样的朋友们 扣工资 让我看一看 安招电鬼 扣钱 扣钱 那不想混日子的职场人 啥样呢 我们拿编辑部的故事举个例子 李东宝 是个想跳槽 但是未果的新编辑 为了在编辑部的 停刊风波里边 成功的活下去 就做足了功课 这一组栏目 都是我从一些 深受广大读者 欢迎的杂志上 摘出来 给我自己想出来了 生活里也离不开工作 去个歌厅 都带着发现素材的眼睛 一眼瞄中 正在台上唱歌的店员 这边说服领导 那头联系采访对象 不仅想着做好本职 还卯足了劲 想竞争上岗新主编 发现了吗 无论是李东宝 还是白展堂 他们都有职业欲望 混日子有混日子的目标 努力工作 有努力工作的目标 对应着目标 他们都有相应实现目标的 手段和发展 为啥咱们现在看到 因为你都不知道 他是为啥上这个班 我在工作 职场官有了 职场欲望有了 还差什么呢 我们说回开头提到的 重案六组 作为重案组的警察 季节总是有突发的情况 总是在加班 总是在加班 没得到陪伴的妹妹 在数次失望之后 与她离心 男友也因此疑情 情绪没消解完 工作还得继续做 不在状态还会被误解 憋屈也只能放在心里 再说今年职场剧里 被大家夸得最多的 我在他乡挺好的 勤勤恳恳打工人 乔西辰被冤枉 发泄方式是什么 是下班 从仅剩的一千块钱里面 拿出八百 买威士忌 回来上天台痛饮 一边肉疼 一边豪眼壮 你看我这不休息呢吗 我下班了 我不做饭了 我今天 但是 那天 就是情绪确实有一点点激动 喝了一点点酒 我是想珍重的和您道歉 你看 这才是真实的职场 996加班文化是常态 工作费力不讨好也是常态 在这样的职场下 涉处的观众里 你给他来一个傻白甜 靠金手指就能逆袭的奋斗室 或者来一个事业有成 过家家式的当总监 还说 我们这是职场爽聚 那就不怪观众 负分滚粗了 反面教材 参考同样在今年播的 北浙南园 跑龙套的北漂小演员 驻老北京胡同的四合院 正青春 工作失误也不耽误谈个恋爱 这种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 互不相认的聚 我们只能说 你好再见 所以说呀 不是国产剧一碰到职场元素 就会发生电磁感应就悬浮 而是一部剧里 职场官的塑造 职业用要的描述 职场对生活的影响 这三要素缺一不可 通常 观众不会带着放大镜去追剧 我们也不会把这种 剧情里的细微的点 剥离开来看 但是如果这三点做的不好 会影响我们观众 看剧时的观感 咋咋都觉得不舒服 哪哪都觉得不对劲 我的眼睛 于是最后就变成了 两个字的审判 悬浮 大家也别老拿编剧 不观察生活 来批判现在的职场剧 你会发现 很多剧在宣发阶段 就会告诉你 观察了生活六个月云云 影视制作公司们 也知道观察生活是很重要的 只是项目码着码着 这里加点金句 那里对点深度信息 制作方在一审核剪辑 又压缩了观察生活得到的部分 于是我们的观众 最终收获的 就是一部似不像的职业剧 说了这么多 其实讨论电视剧悬浮不悬浮 还是老生常谈了 咱都聊秃鲁皮了 但是我们还是得说下去 我们的目标 就是让忽悠我们观众的行业大佬们 无钱可赚 一赔再赔 立刻改行 又不回来